其实是在网上可以 或者是政府网站里面都看得到的 其实本身是到年底的 但是如果根据现在新的土地法里面的 那个相关条文 166条其实确定批级失效的话 是还可以加到150天的 就是说分钟是去到这个 2016年的年初或者2月的那个期间里面 只要有那个迹象显示 他们是已经进行着的话 是可以再延长150天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具体的情况里面 我相信未去到这个情况 那究竟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特区是否可以依法 对这个涉及的土地里面 那个临时批级延长呢 其实这几天都有很多法律工作者 提起这个问题 实际上新的土地法里面 是不赋予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之下 游行政长官里面作出这个所谓的批级 在这个相关的新土地法里面 1804条的第五款里面 是必须要有两个要件是同时存在 一就是不可以归责于成批人 第二也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透过申请 游行政长官审批所有的条件 符合他才可以业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样去界定标准呢 我相信是在未来这段日子里面 大家要斟酌了 因为怎样不可归责于成批人 没有好统范围里面去订定 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第二就是说什么叫公共利益呢 也都有没有标准没有范围呢 会不会在这个具体事件里面 我们最担心就是 这个里面如果适用的时候 其他的要怎样去处理呢 还是放开了呢 这个就要提醒他们自己行政当局里面去决定 我们本身从事这方面 我只能从制度里面去解释给大家听 至于小业主是否是否可以追索赔偿 或者我这样说就是说 究竟小业主所谓的追索赔偿 是指哪方面呢 嗯 因为一般来说债的本身 我们所谓的楼花都是一个债的范围 未去到业权 它透过其他方式里面 去要求特别政府怎样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说斟着这个楼花合同的话 可能就是预约准卖任何所谓的小业主 就跟发展商之间的关系 一切都要按照他们本身所签的 这个楼花合同的条文里面去执行规定 是